本台消息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 意见指出 做好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 三农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 全面领导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坚决守牢 确保粮食安全 防止规模性反贫等底线 扎实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建设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 打下坚实基础 意见要求 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文产保工 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 加力扩重大豆油料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 意见强调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要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意见要求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要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意见强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 内生发展动力 稳定完善帮扶政策 意见要求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培育壮大现育富民产业 意见强调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促进农业经营增效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意见要求 扎实推进一区一业 河美乡村建设 要加强村庄规划建设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意见强调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 要强化农村基础